爸爸去哪儿第五季已经开播 这一季的孩子都十分可爱 唯独杜江和霍思燕的儿子恩亨因为动不动爱哭 经常被网友吐槽没教养 其实 爱哭是孩子的天性 真正说起情商来 恩亨和陈小春的儿子Jasper不分伯仲 最新一期节目中 杜江和无尊被分配到田地里干农活 杜江要干完一亩地的花生 无尊要收完一亩地的玉米 相比之下花生更难一些 恩亨没干一惠儿就喊道 无尊叔叔 快来帮帮我们吧 由于两地离得有点远 无尊没有听到 恩亨抱怨道 这要拔到天黑才能拔完吧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自己地里的花生还没有收完 恩亨就说去帮无尊他们一家去收玉米 等惠儿就回来 本以为是小孩子爱玩到处跑跑 可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 恩亨迈着矫健的小步伐走到无尊的玉米地里 说自己想过来帮他们收玉米 这让无尊大为感动 不一会儿功夫 无尊的玉米地已经全部收完 此时的恩亨开口说道 来帮帮我的爸爸吧 看到这里 观众们才明白 原来恩亨过来帮无尊收玉米的目的并不单纯啊 是想让他们早点忙完去帮自己的爸爸 由此可见 霍思燕和杜江的儿子有多么聪明 情商非常之高 这么小的年纪就懂得这些道理 实在让人佩服 此前有很多网友 对恩亨的意见很大 比如动不动就哭 爱占女孩的便宜 还是个淘气包娇生惯养等等 小编想说的是这毕竟还只是一个孩子 本性都是好的 论情商恩亨也绝对不比其他孩子差 相信随着慢慢的长大 一定会是聪明伶俐又惹人爱的孩子 你们觉得呢